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腋下之真的是你》 第54-56集,路易的报仇方式 路易定定地站着,看着远去的黑影 手上好像还有他身上柔软的温度,心里五味杂沉,黑影已经看不见了 路易还恍若隔世般助力着 他已经好久没机会这样肆意挥洒自己的心事了 二年不见,他比他想象的更动人更优秀,居然能从庆山古城追踪到这里来 他在在建暖房察觉外面有人时 就有种莫名的预感,觉得会是他,果然,路易翘起一侧嘴角 扯出机不可见的浅笑,他会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景观 可自己还会有命与他在相聚吗? 阿德已经牺牲,下一个也许就是自己,平复了好一会儿 路易向再见坊走去,金夏与杨月重新走到石桥附近 在一棵大树后,金夏停了下来,咱们在这里等警察吧 嗯,杨月跟着站定,看了看金夏已经恢复平静的脸 路,他也是有苦衷的 咦,我知道,金夏仰头看向迷蒙的夜空 可是,可是有苦衷,就说那种话吗?停了一会儿 金夏拍了一下杨月的后背 有汽车的声音,可能是他们来了,然后又故作轻松地笑笑 至少回去不需要用走的了,有车可以坐,杨月探出棒个身子 像石桥那边望去 正想出去,犹豫了一下,又撤了回来 好像是一个拉货的面包车 不像是找咱们的,那就等电话,先不出去 金夏的声音镇定下来 让杨月安心不少 几分钟后,果然,一辆拉货的面包车停在了石桥 一条右边临近洼地的地方 车上下来的事,竟然是麦花大姐和老九 我去找老八 那边黑路不好走,你去找十三他们吧 这是钥匙 麦花大姐将车钥匙放到老九手里 两人向不同的方向走去 金夏躲在树后,看看手表 表上时针显示刚进零时 金夏抬起手腕让杨月看 并做口形说,麦花大姐是提前回来的 杨月点头,也是做口形回答,肯定有事 老九进入洼地,向那间再见暖房走去 不一会儿,看见路易背着许连连 老九,还有一个圆脑袋的中年人 一同向石桥这边走来 金夏与杨月都看出,那个圆脑袋的中年男人 就是另一个追杀冯德的帮凶 两人交换了一下眼神 又同时低了低身子 九哥,谢谢您和九嫂给连连找大夫正骨 不然,她还不一定疼成什么样呢 路易边走边说 这不是应该的 你的女人当哥哥嫂子的能不上心吗 老九在前面带着路 你嫂子白天卖花时 第一次看见小莲 回来直说十三好福气 说以前只听说小莲长得漂亮 今天见到真人才知道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美女 九哥 别,别,取笑我了 我的,我,腿 许连连断断续续地说 腿疼就别说话 省着点力气路易关心地阻止许连连 明天上午到了红林 就送你去医院 不是,去善男 许连连有些惊讶的声音 先去红林 以后再说 你的腿已经震完骨 打点消炎针就好了 路易继续安慰着许连连 别人的话不信 十三的话你还不信 圆脑袋中年男人说道 十三,这是车钥匙 老九将车钥匙递到路易手中 你们先上车 球子和老八跟你们一起去红林 到了红林车上的花球子负责 会联系买家 老八安排你们俩 几人走到洼地 老八和卖花大姐已经在面包车旁等候 上车吧 小脸好好养伤 红林会有人照顾你 卖花大姐嘱咐道 又看看路易 放心 十三 三个月后九嫂定会还你一个活蹦乱跳的媳妇 嗯 九嫂办事 十三肯定放心 再见 然后是关车门的声音 发动机的声音 你也回去吧 今晚去去看暖房 老九说道 我跟你一起去 听着渐渐远去的发动机声 人声 发动机声 今夏之道路易再次启程了 相见有相见的伤 不见有不见的苦 这一刻他多羡慕许连连 可以跟他一起去战斗 可是 红林 等待他的 又会是什么呢 正胡思乱想呢 手机震动起来 是警方打来电话 同时也听到了汽车的声音 今夏和杨月从洼地走出 看见一辆黑色的比亚迪 从对面开过来 并没有警车 两人明白 警方这是秘密行动 以防打草惊蛇 车上的人下来 亮出证件 并向今夏和杨月问明了 众英素花的暖房方向 留下两人在此职守 让另一人送他们回庆山古城 汽车一路急驶 还有十几分钟 就要到庆山古城了 车子却突然停了下来 开车的警官说 前面好像有交通事故 说完 警官下了车 今夏和杨月也跟了下去 路旁的灌木丛 被撞活一个缺口 横七竖八的枝叶散落在路上 路下面是一个的斜坡 十几米远的地方 好像有一辆侧翻的车 警官打开手机的照明功能 顺着斜坡滑了下去 今夏与杨月紧随其后 下滑到一半 今夏猛地抓住杨月的手 大杨 你看 斜坡下面散落好多鲜花 还有那边 那边更多 嗯 你看那车 杨月直指那辆侧翻的车 此时 两人都已看清 那侧翻的车 就是路易他们开的那辆 肯定有人受伤 警官说 那边 说着 警官向距离侧翻车子 十多米远的地方跑过去 边跑还边打电话叫救护车 报警 今夏 杨月听着警官的吩咐 转头已经看不见今夏的踪影 今夏 大杨 快来 快来 今夏焦急地喊声传来 来了 来了 杨月顺着喊声看去 只见今夏已经站在了侧翻面包车的车上 今夏 危险 杨月大喊 大杨 你扶住车子 尽量别让车动 我去打开车门 好 杨月答应着 向车里看去 只见路易头靠在左边座位靠下的位置 路在外面的左侧手臂有鲜血渗出 今夏蹲下身子 将手伸进破碎的窗子里 先摸了摸路易的脸 低声叫道 哥 哥 哥哥 你醒醒 你醒醒 哥哥 哥哥 你醒醒 你醒醒 这次今夏的叫声 透出了哭腔 哥哥 今夏一边叫着哥哥 一边去拉车门 车门变形严重 怎么也拉不开 汗顺着脸颊躺下来 冷静 冷静 今夏在心里对自己说 沉思了片刻 今夏有力逐意 大杨 你脚下有石头吗 把后面车窗户打碎 前门打不开 你要打后门 对 杨月找来石头 敲碎了面包车后面的窗户 今夏直接钻了进去 撬开了锁黄 然后解开路易记着的安全带 哥哥 哥哥 今夏轻拍拍路易的脸 我是今夏 你睁开眼看看 我是今夏 嗯 路易缓缓睁开眼 哥哥 你醒了 你看看腿能不能动 我把你拖出去 路易摇摇头 腿受伤了 今夏低头去看 自语着 还是座椅变形卡住 大杨 来 咱们一起把座椅拉出来 来了 今夏浮着路易 大杨将座椅拉出一小段距离 两人一起将路易拖了出来 这才发现路易的腹部和胳膊 各有一处刀伤 腹部的刀伤不深 但还在流血 它之所以一直昏迷 就是湿血有点多 今夏解开鞋带 将路易胳膊受伤的部位扎紧 然后又脱下外套 按住路易腹部的伤口 我 我 没事 死不了 你 你 行车记录仪 路易声音微弱 断断续续地说 大杨 你去把面包车上行车记录仪里的内存卡拿下来 今夏低声说 嗯 记得 销毁 我明白 忘 忘了 我 路易的嘴唇吸动 发出的声音十分微弱 今夏将耳朵贴近他的嘴 才勉强听清 泪水里模糊了他的双眼 哥 别说了 你一定要坚持住 路易没再说话 眼角也挂着一滴泪 今夏 杨月手里 拿着行车记录以上的内存卡 跑过来 想给今夏 却见今夏抹了一把眼泪 开始给路易做人工呼吸 只好暂时 把内存卡收好 好一会儿 路易又睁开眼 嘴角努力扯出一个浅浅的笑 又闭上了眼睛 救护车刺耳的尖叫 划破了夜空 杨月飞奔着跑到公路上 第一时间将救护人员带到路易身边 今夏 你先跟着上救护车 我去那边看看 杨月见路易上了救护车 转身去找那个警官 救护车飞驰电车班 到了庆山古城唯一的一家医院 医生只给输了400cc的血 然后又继续飞奔至善男第一医院 今夏等在手术室外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他瞪着血红的眼睛 像一个战士站的笔直 医生是笑着出来的 说手术很成功 刀口不深 缝合得很顺利 就是湿血过多 手术中一直在输血 今夏给医生深深鞠了一躬 然后看见路易被护士推了出来 病房里 路易还在输血 今夏靠坐在椅子上 眼睛一眨不眨地 看着各种监护仪器上的数据 已经过去三个小时了 路易一直在昏睡 护士进来几次 都说没问题 中午的阳光开始刺眼 今夏起身去拉窗帘 百叶窗刚拉到一半 忽听见路易微弱的声音 咳 已了 今夏回头 见路易正歪头看着他 哥 你醒了 今夏停下手里的动作 是要留些阳光吗 路易轻恩一声 你 不要 在 这里 那些人 那些人 不会放 放过你 那些人 今夏这才想起 面包车上还有三人 那三人怎么样了 他也不知道 他一直守着他 杨月没给他打电话 他也没给杨月打电话 这样一想 今夏急忙翻出手机 发现手机已经没电了 今夏看着路易摇了摇头 你 跟大杨 赶紧离开 路易又重复了一遍 大杨还没回来 你也才刚刚醒 路易还要说什么 突然想起了敲门声 杨月走了进来 看见已经清醒的路易 十分高兴 刚要说话 路易先开了口 那 三人 许连连 跟杨月顿了一下 像是在想什么 哦 跟双 双子一样 路易嘴角牵动一下 眼里充满无奈 憎恶 还有解脱 随后又疲乏地闭上眼睛 许连连 怎么会 今夏有点发懵 即使他再不喜欢许连连 也不希望他死 他在 路易就还有一个伙伴 许连连跟球子一起 被甩出车外 他的头磕在了石头上 球子的头磕在他肚子上 所以 球子还有命 杨月解释说 嗯 路易再次睁开眼 还 还有一个 老八也死了 这回杨月说得很干脆 那个老八死有余辜 就是他刀刺的 刺得双子 惊吓愤愤地说 他 摔 摔死的 路易没有睁眼 声音很虚 老八身上有好几处刀伤 被甩出去十几米 刚开始还有点意识 上了救护车就不行了 杨月说着 看样子 是刀商要来他的命 路易的嘴角 站出明显的笑意 那样子 好像对这个结果很满意 病房里一下安静下来 今下若有所思地看着路易 突然悠悠地说 哥 你也是刀商 你跟老八在车上搏斗 你开着车 还与他搏斗 还能扎中他的要害 你们 你们跟跟了多久 怎么 路易没有回答今下的问题 却反问起他来 怎么 那那几个人的名字 都 都叫叫得上来 今下 杨月互相看看 谁都没吭声 赶紧 离开这儿 晚了 有 有可能 就被 被他们盯上了 路易断断续续地说着 你们不要总跟病人说话 病人需要静养 护士拿着药水走了进来 你看 病人的血压和心跳都有波动 别再跟他讲话了 护士挂上药水 又看看路易的伤口 还有你 多休息 多睡觉 今下和杨月全都闭了口 静静地坐着 路易也闭上眼睛 陷入似睡非睡的状态 一个多小时后 警方来人说 因为路易与死者宁峰 老八的学名 都有刀伤 涉嫌刑事案件 所以由警方负责监管路易 今下正在发愁 路易在撵他走 怎么办 不走肯定不行 可是谁来照顾他呢 现在警方介入 正是求之不得 从医院出来 今下和杨月才感觉到 什么事类 连续三十多个小时的奔波 十七八个小时 谁米未尽 现在最想蒙头大睡 两人找了一家酒店 饭都没吃 便开始呼呼大睡 一觉睡到半夜 今下醒来后 突然想起 路易让他销毁的 那个行车记录仪的内存卡 急忙去敲杨月的门 半天无人硬 今下嘀咕着 真是 这个大杨 睡觉怎么这么沉 谁睡觉沉 我敲了你的门 你也没应答啊 杨月的声音 在脑后响起 哦 今下转头 见杨月拎着一大袋的宵夜 笑嘻嘻地拿出房卡 我洗完澡 去叫你一起去吃饭 可是 某人睡得那个沉啊 敲门不开 打手机不接 只好买回来了 杨月边说边打开房门 向里走 哦 我手机在充电 好像还是震动模式 今下关上房门 快 大杨内存卡给我 内存卡 杨月愣了一下 稷儿反应过来 对 对 内存卡 杨月找出内存卡 一副如是重副的样子 还好 我藏得隐蔽 不然跑丢了可就麻烦了 我看看 车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下接过来 拆除手机卡 插入内存卡 这不好吧 杨月有些质疑 你可以不看 我拿我房间自己看 今下转身欲走 你都看了 也 不差我一个 今下白了一眼杨月 哼 看完再销毁 有何不可 朽木 朽木能给重要东西 保存得这么好 别说话 你听 今下已经读出 内存卡的数据 你以前真的不认识路十三 是卖花大姐九嫂边开车边问 不 不认识 许连连虚弱的声音 那对她是一见钟情咯 九嫂的语气有些质疑 路十三跟双子是一起加入明风的 可你说双子是卧底 那路十三不是 是不是有点荒唐 今下按下了暂停键 惊讶的长大嘴巴 是许连连出卖了逢警官 她 你看 这上面显示的时间 是昨晚七点五十 应该是从庆山古城 到三家庄的路上 杨月指着手机屏幕 说明路易梅根 她在一个车上 今下宁锦秀眉 他们已经开始怀疑路易 嗯 应该是 杨月点点头 许连连是他们的卧底 或者说 她是叛徒 这样就解释通了 惊吓静静地说 连想到路易听说 许连连死了的表情 更加确定地看向杨月 所以 路易一直让我们走 让我们赶紧走 杨月说 因为许连连知道 我们所有的底细 杨月咬着下唇 突然明白了 路易的良苦用心 可是 她为什么不揭露路易的身份 杨月沉思着 过了一会儿 恍然道 我知道了 她是利用这个牵制路警官 她是真喜欢路 想假戏真做 惊吓不知可否的笑笑 杨月能想到这层 她当然也能想到 只是不愿说 来 继续 杨月当然知道惊吓的心思 按下手机继续播放 双子 想 策反十三 他们俩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许连连的声音十高十低 而且 双子 那晚跟 跟雷子联系 你们 不是抓 抓个正着 恩 你的信息还算准 可惜 让他当场死了 九嫂笑笑 继续盯着路十三 不是信不过他 是他太精明 看来 咱们发现那些英素花 可以帮到路 至少现在警方在监视他们 一有风吹草动 就会被全部拿下 路 应该没什么危险 杨月对惊吓说 嗯 是这么回事 看你的本事了 路十三人帅 智商情商都在线 希望你把握好他 咱们就都是赢家 九嫂说的漫不经心 却每一个字 都很有力量 然后便是停车 让路遇上了这辆车 便开始扯一些 无关紧要的八卦 过了几分钟 屏幕上显示的时间 是半夜十二点十五 几个人先后上了车 路易开车坐在驾驶位 老八坐在副驾驶 许连连半躺在后座 球子坐在许连连旁边 路易一上车 就让大家系上安全带 许连连腿上有伤 球子给他系上 没有五分钟 他就受不了 球子给他解开后 自己也没再系 老八倒是规规矩矩 一直系着安全带 车子行驶的前二十分钟 一直很正常 球子偶尔与路易说几句 无关痛痒的话 老八闭目养神 一直没插眼 车子行到二十三分钟时 老八要求停车 换他开 路易说 这里是山路 弯道多不好停车 一会儿过了庆山古城 往红林去上高速前 再换老八 老八很不高兴 说路易看不起他 不让他开山路 就是变相说他驾驶技术不行 球子劝老八 说大半夜 山路确实不好开 老八骂球子懂个屁 说十三一直看他不顺眼 双子死后 更总是给他下半子 球子说老八多心了 十三大度又仗义 不是那样的人 路易一直没说话 却趁老八不注意 一拳打在了他的头上 老八疼得嗷嗷乱叫 说路易心需要杀人灭口 有说路易是双子的同伙 说要为九哥清理门户 然后从座位底下 拿出一把一尺来长的尖刀 直接刺向路易 路易脚踩急刹车 一手扶方向盘 一手掰翻老八的手腕 老八手里的刀 隔断了自己的安全带 头也磕在了前挡风玻璃上 球子起身去拽老八拿刀的手 同时大叫老八 你是不是疯了了 老八大骂球子是混蛋 不分好赖人 甩开球子的手 回手给了球子一拳 球子疼得大喊自己的腰 说磕在座椅扶手上 错位不能动不了 让老八看病 老八一边骂球子不能活就去死 一边又将刀刺向路易 路易用胳膊去挡 老八伸手去拽方向盘 两人叫上进 车子开始打滑 继而开始画龙 许连连吓得大叫你们不要命了 老八让许连连闭嘴 说许连连喜心厌旧 一回来就被小白脸迷上 完全不记得自己从前对他的好 此时 车子已向路中央冲去 路易在后视镜中发现右侧有车 为了不撞上右侧的车 伤及无辜 路易猛向左侧打方向 老八趁机给了路易一刀 大喊找你兄弟双子去吧 紧接着 车子撞向了路边的灌木丛 滑向公路的斜坡 发生侧翻 车子滑向斜坡时 路易与老八争夺尖刀 左臂也被划伤 但最终还是夺了下来 刺了老八好几刀 随后车子发生侧翻 除路易还系着安全带 其他三人因各种原因安全带都松开 被先后甩了出去 看完视频 今夏和杨月好半天都没说话 先吃点东西吧 杨月先打破了沉默 嗯 今夏答应着 一边往嘴里塞食物一边说 我觉得路易其实有办法 让车撞得轻一些 这些人不至于丢命 他之所以将车撞到灌木丛 有与他们同归于尽的想法 因为许连连是路易身边的定时炸弹 不一定什么时候就爆炸 杨月分析着 再者路易要为阿德报仇 老八是直接刺杀阿德的凶手 许连连是提供信息的人 所以路易尽量夺刀 刺了老八好多刀 是怕他还有机会活命 今夏慢慢嚼着食物 还有路易肯定觉得 是有人想借老八的首要他的命 老九吗 有可能 不然为什么车座底下会放一把那么长的尖刀 今夏看着杨月 那是老九的车 路易看到老八从车座底下拿出刀 就应该明白了 不过还好 路易只受了点轻伤 杨月拍了拍今夏的肩膀 你也不用太担心 路易虽然做的是同归于尽的打算 但他对自己会伤到什么程度 应该还是有一定把握的 今夏肯定地说 其实如果老八不拿刀出来 不说那么多话 路易不会这么快就能报仇 我倒是觉得老八是妒忌路易才先下了手 因为许连连 杨月喝了一口水 说他操之过急了 那倒说不一定是要到红林才用得上 说不定是老八帮了路易 要是到了红林 人多了 路易反倒危险 说着 今夏从手机中拿出内存卡 一掰两半